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500年以来,德意志从欧洲争霸的中心变成了世界格局的中心之一 说起欧洲,我们很难不提起德国 既出现过尼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伟人 也存在过希特勒纳粹政权这样的历史 没错,德意志就是这样一个让全世界既爱又恨的国度 它可以为世界贡献杰出的学者、高端的科技以及出色的产品 也可以给世界带来战争和伤痛 在世界文明的殿堂里,德意志就是一个标准的双子座 夹杂着善良与邪恶、文明与毁灭 你一定很好奇,这样的德国是怎么形成的 今天这本书就会为你带来答案 本书作者是布伦丹·西姆斯 他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英国、德国、美国的外交关系历史 时间上则纵观近现代500年 2002年,他的作品《最糟的时刻》 曾获得英国非小说类图书最高奖 赛缪尔·约翰逊奖的提名 在欧洲近现代外交历史领域 他算得上一个很权威的专家 第一部分我们来聊一聊 欧洲争霸中的德意志有哪些形态 第二部分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德意志对西方世界这么重要 第三部分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德国怎样影响着世界格局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欧洲争霸中的德国有哪些形态 大家乍一听形态 第一反应多半是 又不是什么机器和程序 还分什么形态呢 但其实很多时候 德国就像是一个装有很多精密零件的机器 被复杂的指令操控着 早期的德国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统一民族国家 它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宗教概念的结合体 这个结合体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就有着不同的形态 德意志的第一个形态就是分离形态 你或许听说过 古代欧洲有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权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却是一个以宗教为主导的政权 教皇和教廷的权威至高无上 在这个框架里 我们看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国王或皇帝 只有一个个具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格的选帝侯 这些选帝侯大多是德意志地区的诸侯 他们有一定的实权和影响力 但都不敢挑战教廷权威 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德意志政权 为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这么稳固呢 我们都知道欧洲非常信奉宗教 欧洲的宗教和亚洲的伦理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以基督教为主题的罗马文化 又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核心 所以无论是当时的欧洲 还是后来的美国 都以罗马后裔自诩 罗马对欧洲的意义 就像汉朝对我们的意义一样 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号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从此覆灭 因此在整个欧洲大陆上 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精神的最后堡垒 在欧洲人眼里 奥斯曼帝国固然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但他信奉真主崇尚武力 欧洲各国必须联手对付他 不让他染指欧洲大陆的事物 所以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周边的欧洲国家也纷纷宣称 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庇护者 比如法国西班牙都想通过自己的行动 从神圣罗马帝国这边分享到政治与经济利益 尽管有很多国家表态 愿意誓死捍卫神圣罗马帝国 维护欧洲大陆的利益 但德意志人自己也清楚 他们只是这些周边大国政治博弈的棋子 完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今天法国人高兴啊 带着德意志雇佣兵把奥斯曼人痛打一顿 明天俄国人生气了 又火同瑞典人跑过来威逼利诱 帝王将相们口头上尊重宗教 内心却始终把宗教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幌子 这一点德意志人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终于有一个人不在演戏 直接把这道幌子撕破了 这个人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创始人 拿破仑 1806年 拿破仑强行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 拥有900多年历史的神圣罗马帝国 从此消失 这个举动多少还是震惊了当时的欧洲各国 英国和俄国这些国家虽然也很强大 但从来没有想过撕破这个政治帷幕 神圣罗马帝国的陨落 也标志着拿破仑欧洲霸权走向顶峰 也意味着德意志进入第二种形态 反抗形态 1812年10月 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 便带着部队狼狈的一路后退 而德意志的位置正好在法国和俄国之间 如果德意志保持中立 让俄国军队尽情追缴法军的话 法国的损失必然会非常繁重 这时候摆在德意志人面前的选择有两个 要么遵守自己普通国的义务 掩护法军撤退 死命抵抗俄军 要么就是选择中立 放任俄军进入自己国界 继续追击法军 最终他们选择了中立 让俄军通过自己的搏戒 法国军队惨败而归 拿破仑看出了德意志的野心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无力阻止事态的变化 到了19世纪中后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催生了列强阵营的洗牌 普鲁士王国也顺应局势 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1871年的德国 又叫做德意志第二帝国 而第一则是已经被拿破仑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 不过这个第二帝国可没那么听话 它不仅在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国 还在统一之后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虽然输掉了一战 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越发强烈 这时候 纳粹领袖希特勒发现 并成功利用了这种民意 成功登上元首宝座 希特勒掌控德国后 宣称现在德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 这个第三帝国更不安分 不仅在1939和1940年占领了波兰 比利时 荷兰 法国等西欧各国 还在1941年夏天 对东吴大国苏联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时候的德国 就像一个桀骜不逊的叛逆少年 应要任性地对抗全世界 只不过 现实永远比理想残酷 美苏英法建立的大同盟国 最终赢得了二战胜利 德意志第三帝国从此成为历史 轰轰烈烈的反抗之旅结束了 德意志人迎来了漫长的恢复和重建 由于德国是战败国 而且拥有法西斯主义的传统 所以美苏联国根据协议 他们瓜分了德国 以对其形成制裁和约束 以柏林墙为界 西面是联邦德国归美国管 东面是民主德国归苏联管 这次德意志进入了第三种形态 融合形态 大家都知道 二战之后 世界的主旋律就是冷战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在冷战过程中 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一道柏林墙的两边 呈现的完全是两种政治文明 两种社会生活 在不断的相互碰撞中 德意志人也充分体会着冲突中的融合 历史的变化往往是凑不及防的 1990年6月 民主德国正式拆除柏林墙 1991年 苏联正式解体 冷战全面结束 至此 德意志领土上东西对抗的局面结束了 一个民主富强的德国脱颖而出 到了今天 德国虽然在军事上算不上突出 但经济上依然是欧盟第一强国 主宰着欧洲的经济命脉 经过分裂反抗和融合 德国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当代欧洲与世界 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 号召欧洲人对抗奥斯曼的是德意志人 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也是德意志人 今天影响欧洲经济的还是德意志人 这个民族怎么就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呢 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重点内容 为什么德意志对西方世界那么重要 从地理条件而言 德意志是欧洲绝对的中心地带 在欧洲 法国和西班牙分别占据比利牛斯山脉的南北两侧 共同守卫着欧洲的西部侧翼 东面呢 则是庞大的俄国 以及波兰 立陶宛等东欧国家 在这些国家的中间区域 有一个和大多数国家都接壤的地区 它就是德意志 任何一个想要在欧洲大陆搞事情的国家 都不可能忽略德意志的存在 拿破仑远征俄国 必须经过德意志 美苏两大阵营冷战 德意志也是对抗最激烈的前沿地带 换句话说 德意志就是欧洲的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常听到地缘政治 政治版图之类的说法 说白了 就是各国关于领土的争夺 既然要争夺领土 那么处在各国教会处的地方 就最尴尬 英法百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 反法同盟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 这些欧洲历史乃至人类上的大规模战争 几乎都和德意志产生了联系 在这片土地上 不断有战争 不断有磨炼 这就促成了德意志的另一个优势 强大的军官阶层 作者提到 15世纪的德意志重装骑兵 是欧洲平原上最可怕的军事单位 因为那个时候 火器还相对落后 射击效率和精确度都不高 根本无法抑制平原上 重装骑士的集体冲锋 所以德意志重装骑兵 就成了各国君主 最喜爱的雇佣兵对象 你们可以不让我德意志人 建立强大统一的帝国 但是当职业军人挣钱 总可以吧 新航路开辟后的欧洲 各国战争非常天凡 德意志军人在不断的锤炼中 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以及光荣的军官传统 渐渐的 德意志地区就诞生了 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官阶层 这个军官阶层的形成 让德意志人的战斗力突飞猛进 到后面 德国不仅打败了速敌法国 还在二战中横扫西欧 甚至一度把苏联打得焦头烂额 能有这些辉煌的战果 军官阶层的支撑便是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你会说 光有军官阶层也不够呀 近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和人才 但这恰恰指出了德意志的又一个优势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德意志人有个称号 叫做欧洲的思想家 由于长期处于欧陆争霸的核心地带 德意志地区充满着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于是就涌现出无数的大师和巨匠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科学成果的爆发更是把德意志的人才优势推向顶点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 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堡的名字如雷贯耳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 马克思、尼采等人也是影响深远 我们都知道 原子弹是美国人最先制造出来的 但是最先发现原子弹秘密的不是美国人 而是德国人 后来因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不少优秀的科学家被迫移居美国 顺便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带了过去 为此尝到了人才甜头的美国 花费大代价招揽德国的精英 甚至不期为他们开后门 比如德国三大名将之一的曼斯坦因 就是因为在二战中实践了先进的军事理论 在战后还被希德聘请为高级军事顾问 这个事情的着导者便是美国人 当你听完德国的一系列优势 你可能会有疑问 德国是欧洲国家 怎么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欧洲之外的关注 尤其是美国这种世界大国 其实这就充分说明 德国不仅是欧洲的中心 更是世界的中心之一 自然也延伸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问题 德国怎样影响着世界格局 对美国而言 他们要防止德国毒把欧洲 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由英国殖民者建立的新兴国家 在美国建立的初期 德意志本身也是一个分裂的脆弱政权 看美国人知道 德国人是不能小看的 他们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初英国人瞧不起美国人 结果又是让美国建立了近现代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于是美国人不想再犯英国人的错误 便拼命尝试对德国的压制 其实这很好理解 如果德国独霸了欧洲 统一了欧洲的秩序和资源 那么欧洲必然会向外进行延伸自己的影响力 那时候单凭美国根本招架不住 新航路开辟之后 人类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欧洲如果出现一个超级强国 美国必然是不乐意的 所以当一战打得胶着之时 美国便带着大量的士兵和物资登陆欧洲 彻底断送了德国赢得战争的希望 二战时候 苏德两国正在殊死对抗 美国又从诺曼底登陆 对德国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每当德国强大到一定程度时 美国一定会站出来阻止 当然 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是美国 还有俄国 对俄国来说 只有抑制德国的发展 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地区虽然面积不大 但国家众多 如果要举起一个地区强国 必然会让周围其他国家牺牲利益 纵观近现代历史 只有德国和法国成为过西欧区域强国 而他们一旦统一了西欧 第一件事肯定是对德国发动远征 从法国的拿破仑到德国的希特勒 俄国永远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绕不过的一环 因为只有打败俄国 才算真正意义上统治了欧洲大陆 所以对俄国来说 一定不能让德国发展起来 所以二战后 苏联就想尽办法瓜分德国 不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苏联万万没想到 在自身解体后 新时代的德国又以强大的经济实力 引领着欧洲 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二战之后 欧洲由于战火的摧残 经济局面非常困难 这时候美国推行了马歇尔计划 帮助欧洲进行经济复苏 这让欧洲各国非常感激 也默认了美国西方世界老大哥的地位 但到了近几年 美国的政策变化 以及中国的崛起 让世界格局多了几分变数 欧洲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算盘 毕竟 美国是从欧洲文明衍生出去的国度 而且是趁欧洲与世界混乱时飞速崛起的 当欧洲日趋稳定的时候 欧洲人还是更倾向于自己形成一个区域联盟 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于是便有了欧盟 欧盟成立后 德国更是以欧盟第一经济强国的姿态 继续引领着欧洲的脚步 美国想要继续保持对欧洲的影响力 是绕不开德国的 而中国等新兴国家 想进入欧洲市场 也绕不开德国 500年来 德国渐渐从欧洲的德国 变成了世界的德国 好了 欧洲1453年以来的 《争霸之徒》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到这里就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这本书里 作者带领我们认识了500年来 德意志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 第一 我们讲了欧洲争霸中德意志的形态 只要包含分裂、反抗和融合三重形态 第二 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德意志对西方世界这么重要 原因是德意志处在欧洲绝对的中心地带 拥有强大的军官阶层 以及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第三 我们探讨了德国怎样影响着世界格局 对美国 它要阻止德国独霸欧洲 对俄国 它要阻止德国发展壮大 但到了新时代 德国又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引领着欧洲 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请在转发展业 请уется 特定 amine 既 Aus 明星 红文 读 神